吉吉政公所今年度办理参与式预算 并于5月15日举行投票 不但一切落实防疫工作 今年也开放现账投票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落实公民审议 这个经费主要是来自文化部的补助 那他们一次补助都是两个年度 那今年投票跟去年投票比较不一样的点是在于说 去年投票的时间只有在一个早上 就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 然后我们今年投票为了提高这个投票率 我们把它拉长到一周的投票 避免让一些来不及投票 或是知道这个讯息的人 可以在这个礼拜多余可以上网来做投票 那因为今年刚好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用现账投票 其实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 巴张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藉由参与式预算的推动 不但可以投自己想上的课程 也就投票的方式来显现出民主 这个参与式预算的投票 蛮踊跃的啦 因为社区的居民对这个投票也蛮重视的 因为他们都是把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提出来 还经过投票的选取出来这样 因为去年办的话 因为大家还蛮踊跃参与的 因为都是大家想要做的工作 比如说像立动班啊 大家都运动让大家的身体更健康 所以参与式算是很好的一个策略啦 因为把决定权交给李明 先为王秋暑肯定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就有这样的方式 来让民众选取自己想上的课程 其实正常从我们的中央来争取一些的经费 让我们的巴张的社区 让他们来从我们的用票选的方式 来大家来票选说 看我们的个人的兴趣是什么 来开办一些的不同的课程 让藉由这样子的票选的活动 能够选出我们自己心中所想学习的这些的课程 投票时间还有一个礼拜 微落实防疫 也有开放线上投票 也希望巴张李明可以多加利用 记得球迷艺及集台房报导